借荡成佛度身 第一句话要记住 成佛不是自己享受 成佛是为度身 所以发脏发愿 把度身放在前面 自己成佛放在后头 说明我为什么要成佛 是为度众生 跟四红十愿一个意思 四红十愿第一句 众生无病十愿度 最后一句 佛道无上十愿者 总是把众生苦难 摆在我们第一位 没有把自己 把自己摆在第一位 是自私自利 永远不能成就 帮助众生 解决苦难放在第一位 自己成佛总是摆在最后位 像地藏菩萨一样 其实哪一阵佛都是地藏菩萨 地藏是表发的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那地狱能空得了吗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成佛了 阿弥陀佛成佛了 阿弥陀佛成佛了 地狱没有空 他为什么成佛了 阿弥陀佛成佛 他们的成佛 是自觉 觉得他圆满 这叫政府了 这他圆满 就是自觉圆满 为什么 教学的人都知道 教学相长啊 老师叫学生 学生进步了 老师同样也在进步 不可能不进步 彼此双方都在提升了 提升到 无名稀奇断静了 那叫政府 那叫缘满 断无实无名 是没有方法的 这个知情 有修行的功夫 断了无名之后 叫无功用道 那时间到了 习气自然没有了 那成佛是这么个道理 不成佛 他也成佛了 他自然成佛了 绝对没有意思 我要成佛 不是 没有这个念头 有这个念头 他就堕落了 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念 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念 成佛是唯独身 八度神 拜着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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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